大家好 歡迎收看The Standard Education Talks 我是Gigi 是今天的主持 我們很恭喜邀請到Jason 就是Educational Consulting的董事兼首席導師 他今天就會跟我們介紹一下 分享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考入香港和美國 英國的著名大學 Jason 現今世代 其實很多家長為了跟他們的子女鋪路 考入歐美 無論是歐美還是本地的大學 都會將他們送入國際學校讀書 Jason 一開始的時候不如介紹一下 簡單地說一下 入國際學校究竟有甚麼優勢和好處呢 首先想說一說兩個大原因 為何家長會傳他們的小朋友去國際學校讀書 第一就是他們可能已經意會到 他們想傳小朋友去美國或英國讀書 所以想他們小時候或小學或中學 已經開始適應那個國家的教育制度 以及一些文化 但是又不想這麼早傳出去 所以就在香港幫他們的小朋友 申請國際學校 另外就算他們家長沒有很明確的方向 如果想傳他們小朋友去哪個國家都好 可能會意會到小朋友本身 他的性格是比較適合國際學校那種教育制度 可能比較適合一些獨立思考 一些比較 discussion based 討論式的上課 所以就會去傳他們一個國際學校讀書 剛剛你所說到的就是入讀國際學校 是可以比較好去銜接那些開外大學的教育制度 政策等等 香港其實都有不少的國際學校 那麼家長學生應該可以怎樣選擇呢 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因素 第一件事就是你們要知道 香港的國際學校其實有幾個不同的制度 我想最近比較普遍的就是IB的制度 IB國際文憑 還有英國的制度 因為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 都其實比較多的英式的國際學校 還有美國制度的學校 相對上比較少的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想清楚 剛才所說的就是 你會不會想傳小朋友去某一個國家讀書 當然如果你想傳他去美國的話 美國制度可能比較適合 英國的話英國制度比較適合 但是其實除此之外 有很多家長都比較喜歡IB 因為我想說 就是IB在這麼多國際學校的制度當中 其實是比較難去讀的 為什麼呢? 它是比較適合學者 因為其實它那個選擇的小朋友 需要選擇六門不同的科目 六個科目都要很精 譬如你數學、歷史、英文、外語、外語 所有東西都要讀得好才會得到高分 在這個IB上面 還有IB的制度在考試方面 都比較注重寫作、研究、演講 舉個例子就是 例如數學課 例如其他制度 甚至美國或英國 都是純粹去考試 做一些題目 但IB 它是要你去寫一個研究 我有個學生 寫了一個研究報告 他計算了一條計劃 就是一個咖啡機裡面 有多少個咖啡豆 所以本身 如果你不是一個英文程度那麼高 或者很喜歡寫論文的一個學生 其實IB就未必適合 所以 我可以講一講 例如美國制度 和英國制度的一些分別 當然 剛才說了 就是你去那個國家 其實比較適合 但是其實美國的制度 會比較 discussion based 討論式上課 而且它也有很多加插 一些美國的歷史 甚至乎有些政治 的一些科目 你一定要讀 但是在選擇科的自由度 就非常之大 除了一些很高的項目之外 學生都可以選擇一些 他們很喜歡 譬如有些工程的項目 都可以選擇到 英國就比較傳統一點 它的特別之處 就是 譬如有兩個大中學的考試 叫做GCSE和A Level 到A Level 其實你只需要讀四個科目 怎樣選擇這四個科目呢 就是根據你大學想讀的專頁 所以英國 另一方面 就非常專注於 你大學想讀什麼科目 然後用A Level 去執行 所以家長去選擇不同的國際學校 那時候也要清楚 就是剛才說 就是想送小朋友去哪個國家 以及小朋友適合讀哪個制度 剛剛你提到有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課程 有IB、GCSE、A Level等等 這些他們有分別適合哪類型的學生去就讀呢 所以IB其實就比較適合一些學者 一些英文程度非常之高 以及很深究型的學生 因為剛才所說 你要做很多研究 以及IB其中有個科目 是叫做TOK Theory of Knowledge 它基本上要你寫一個哲學的論文 是關於知識理論 可能有什麼問題呢 它會問你 你怎樣知道這個太陽是存在的 那就要寫幾千字 所以根本一個小朋友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深度 以及沒有這樣的寫作能力 你去讀IB是非常之難的 換句話 譬如美國制度 其實是一個mixture betweenIB和英國制度 因為剛才所說 IB就是很多論文 要寫很多 discussion 英國制度相反 就是很多考試 你考試考得高分就可以了 但是美國就是結合了 你又要寫論文 平時的功課也很重要 但是最終都有些考試 說回英國制度 就是basically 你A-level的考試 考得好 你去英國讀大學 basically 英國的大學就會 基於你的A-level成績 就給你一個offer 在選擇之前 有很多功課要做 是啊 如果我們說到入大學 很多人都會選擇 送子女去海外讀書 最熱門的國家有英國 美國 那這兩個國家讀書 分別有甚麼好處呢 嗯 首先說到外國讀書 為何香港學生會想去外國讀書 或者家長為何會發出小朋友去外國讀書呢 除了在學術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他們學的文化 和體會到外國的成長 和生長 和如何跟不同國家的人相處 另外可以說一說 英國讀書和美國讀書的分別 英國是非常傳統的 有些大學的專業 譬如建築 甚至乎法律 醫學這些都是比較出名的 或者獸醫這些科目 比較傳統少少的讀書方式 他們譬如大學的教書 比較focus on 理論 theory 這些東西 可能實際上一些比較實習 那些東西就少些 除非你在倫敦讀書 但美國on the other hand 就會比較不太傳統的 就是你會見到美國的大學 會提供一些很多不同的科目 比較奇怪的科目 譬如你如果想讀 Graphic Design 有很多大學都會有這些課程 而有時這些課程 在香港是沒有的 那美國另外一件事 就是比較創新 如果你讀科技工程 除了在那裡會有比較多機會之外 你遲些找工作都會有更多路數 所以有些香港的家長 就會考慮到這些因素 就傳他們的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還有我想說 香港好的大學只有那幾間 但香港的學生有這麼多學生 所以在香港其實是真的欠崩頭的 所以為何有些家長會 英國、美國、香港都報呢 就是想給予更多選擇 他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看看香港的升學 香港有甚麼選擇給學生呢 我會想說香港的升學 其實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譬如有些program 譬如HKUST的一個business 它是世界排名非常之高的 或者其實我們有些學生 比較厲害的學生都會想 譬如在香港讀醫 譬如如果你去英國讀醫 你再想回香港做醫生 其實有很多難關要過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 譬如和政府有關的工作 或者公務員工作 都會保護香港畢業的學生 另外就是譬如你讀法律 都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其實在香港讀會比較有好處 好的 如果我們看看海外的大學 英美的話最頂佔最高的大學 不妨是牛津、劍橋或史丹佛 他們有甚麼門檻要求呢 那麼門檻要求的話 其實世界不同國家 哪裏的國家的大學 都是看幾樣東西的 第一就是看你的學術 你的成績 當一個招生官 看一個小朋友的application 的時候 他首先會看這個小朋友的成績 學校的成績是怎樣 然後跟他自己學校的別的學生 甚至乎他自己的國家的別的學生 去比較 然後就會拿這個成績 跟他自己學校 在不同國家收的學生 去作比較 其實這樣 很多大學已經篩選了很多學生 他就這樣看成績 譬如牛津、劍橋 甚至乎Stanford 那些學校他會有個指標 你達不到他最低要求 他別的東西都不會看的 另外他看完就是 你入圍之後 就會看看 究竟你選擇的科目 是否適合你去讀 那怎樣去看呢 就是除了你的成績之外 還要看就是你選擇那些 課外活動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實習 暑記班 或者課外活動 是跟你讀專業有關的呢 即是說你想讀工程的話 那究竟你有沒有 即是體會到 其實做一個工程師 是做些什麼的呢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 如果你是尤其是 報一些上級的大學 人家是會看的東西的 那最後就是 你一些個人的 一些性格的因素 其實一些頂尖大學去看的東西 就是除了你做一些課外活動之外 他會看下你做的一些課外活動 有沒有去幫你周圍的社區 去幫助到你的社區 譬如你如果是數學很厲害的 那你會不會去幫一下 譬如你那些學校的小朋友的同學去補習 或者開一些program去教他們呢 那這些都是一些大學比較喜歡看的東西 因為他會想知道 你去到他的大學那裏 你做的所有研究那些東西 都是貢獻到社會的 嗯 那剛剛你就提到有三方面 第一就是學術能力 第二就是課外活動 第三就是個人能力方面 那不如我們逐一這樣 好啊 那學術能力方面 我們經常聽到要考這個標準化考試 Standardized Testing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Standardized Testing 其實就是當一個Admission Officer 看了你的學生的學校成績之外 然後就會用Standardized Testing 作這個比較 但是有兩種Standardized Testing 我們先說了美國 因為美國比較複雜 比較多Standardized Testing 那他有一件事叫SAT 那我當時家長就會以為 那SAT我考得高分 那就可以入到IV league 那其實不是的 其實最重要的那件事 都是學校的分數 因為學校的分數 其實你每一天上學 你每一年上學 都可以改變到自己的命運 即是只要你努力 你put in the effort 就可以高分的了 那當然你要 有put in 額外的補習 或者是你 這個是一個辛苦的過程 但是當一個Admission Officer 看完你的分數之後 他亦都想拿回自己的國家 那些考試作為一個指標 因為有很多 譬如 如果我在一個 可能沒什麼人知道的 一個城市去報 譬如我是一個 新疆的同學 或者是孟加拉的同學 那美國的大學 他未必會知道 我家學校的指標 譬如我拿了 Physics 是 A 在美國的標準 究竟是什麼分數呢 他就通過一些 Standardized Test 去比較一下 你的分數 所以我會說 前提就是 學校的成績一定要好 但是你Standardized Test 如果高的話 一定會有幫助 有另外一種Standardized Test 就叫做英文的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譬如美國有TOEFL 英國會有IELTS 這些作用 其實只要是 你考到最低的要求 譬如 TOEFL的話 就120分滿分 如果你有100分 那就展示到 你上課聽得明白 別人說什麼 IELTS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6.5分以上 基本上 很多學科的 最低的要求 都能夠完成 所以Standardized Test 基本上是 大學會用來 再去參考一下 究竟你的學校成績 等於我們國家的指標 是怎樣的 如果看回IB 因為IB是 國際認識的 那讀IB的學生 會不會有些優勢呢 在開外大學 嗯 有的 因為我剛才說 IB其實是一個 很sophisticated 很深究型的 一個教育制度 即是有些 他要做的事情 其實其他制度 是沒有做的 譬如 那些哲學理論 那些文章 以及他又要求 那些學生 去做夠 某個程度的一些 義工 那些教育方式 其實現在 越來越多的大學 都非常之認可 但是 同時 一個學生 你能不能夠做到 在IB的尖指呢 換句話 IB是45分滿分的 那 要達到45分 或者44分 即是美國的長春藤 或者英國的牛津劍橋 但是 不是每一個學生 都適合讀IB 那所以呢 其實到頭來 我會建議 一個學生 一定要早一點 找出他自己 適合什麼制度 我不理你是什麼制度 你總之在那個制度 裡面 這就是你 入讀好的大學 的一個入場券 嗯 明白 這就是學習能力方面 現在回顧課活動方面 很多時候 都會要求學生 製造一份Portfolio 那究竟一份好的Portfolio 又包括什麼呢 有沒有一些經驗 再分享一下 好的Portfolio 在我們眼中 或者Admission Officer的眼中 不是一個學生 考了多少個考試 成績又多好 或者比賽贏了多少個獎項 就是一件好的事 其實是看看 第一件事就是 他選擇那個科目 是些什麼 那 譬如我們跟我們的學生 去鋪排科學活動 都是 我們要找出他的定位 是些什麼 OK 你遲些是想做Marketing 你想讀雙科的 那究竟你高中那幾年 其實你要做什麼 課業活動 可以準備到你去讀這個科目呢 那是不是Marketing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那譬如你是不是想 比較多拍片 或者你是喜歡研究 例如電腦用Google SEO 那些 keywords 或者你是喜歡寫 Advertising 其實就有分不同的一些技能 那你怎樣去通過 學校裏面的課業活動 或者學校外面的課業活動 去展示到 你對於這些技巧 是有興趣的 和develop 到這些的興趣 那這些其實是 要通過你去做 參與課業活動的過程 才會體會到 OK 原來你這個職業 是原來要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會建議學生 參加多一點的實習機會 甚至乎一些大學舉辦的 一些暑期班 去學多一點關於這些學科的事情 明白 除了Portfolio 有時候學生都要寫一份 Personal Statement Personal Statement 應該怎樣去讚寫呢 OK Personal Statement 可以先講香港和英國 香港和英國都比較直接和傳統的 基本上Personal Statement 很簡單一篇 就講為何你想去讀這個科目 所以剛才我剛才說 課業活動那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做的話 你只是成績好 你是講不到任何東西 為何你想讀這個major 因為通過這個Personal Statement 其實我們會教學生 要講回自己學了的東西 以及自己為何適合讀這個學科 以及展示一下你自己的性格上 為何適合這個學科 很多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剛剛有個學生 入了劍橋 入了劍橋是為經濟 那他的Personal Statement 就很簡單 直接就是 由小到大 他都很 譬如 注意一些地產 經濟的一些世界事件 然後最近也參加了一個半年的實習機會 就體會到原來你在真正的社會 做地產是不同的 然後 以至到他也會說一下他做了一些義工 各方面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他會說到他去了大學之後 他想得到些甚麼 以及大學會怎樣幫助到他 以後的career 英國和香港的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差不多這樣 但美國就會比較複雜些 因為美國的Personal Statement 他不是問你對於學科的興趣 或者做過甚麼的課外活動 他的Personal Statement 是問你 你長大過程之中 是受過甚麼挫折 你的性格是怎樣的 所以很多學生都不會懂得寫的 他們的Personal Statement 是比較self reflection 但美國煩了一件事 就是你報到每間大學 他都會有附加文書 都會再問你為甚麼你想讀這一科 以及為甚麼你想在我們大學那裏讀 所以你去準備去英國讀書和美國讀書 其實是很不同 而且你去準備去美國讀書 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編排這些文章 嗯 都有很多技巧要去留意 是啊 有時候學校都會找一些學生 去做face to face的interview interview有甚麼秘訣呢 interview呢 我會想說 香港會比較多的interview 以及某些學科 英國的話 其實香港和英國都是 如果你是讀醫、讀法律 這些科目 或者你去報一些很頭目的學校 就會有interview 而這些interview都頗為intensive 因為會由一些教授去interview 以及會問你一些關於學科的常識 例如你讀工程的話 他可能會問你一些 即是叫你在白板上寫一個工程的方法出來 是的 他會問你可能你最喜歡的工程師是誰 那為何這麼喜歡他 那你覺得其中一個作品是怎樣呢 或者他可能找一些比較熱的題目 他可能會說 Tesla 有一個新的model 你說你很喜歡車的 那Tesla 最新的model 那些零件和其他一些車 有甚麼分別呢 那你是要很懂得自己 即是想讀科目的nitty-gritty details 但有時其實大學教授 其實他都知道你是學生 所以另一個樣東西 我會經常提到學生 就是你不要在一個大學教授面前 假裝自己甚麼都懂 因為其實有些東西是你不懂的 那有時他除了看你懂得多少之外 還會看看你是否一個trainable的學生 即是說你是否會假裝自己甚麼都懂 那你如果甚麼都懂 你就不用去牛津劍橋 那這樣東西都是會看他的性格 但是unfortunately 如果你報一些 譬如牛津劍橋 其實你是跟一些很top的學生去鬥 那有時就是那個first impression 那個教授喜不喜歡你 最後 我會想說美國的面試 就沒有intensive 還有很多時候 沒有疫情的時候 有很多的招生官 其實都不是招生官 其實都不是招生官 是一些學校的舊生 他們可以去interview你 以及可能在咖啡店 Starbucks 那樣的 還有他們的interview 那個模式 只是會問一下你 你怎樣的 即是你的背景是怎樣的 為甚麼你想讀我們那間學校 那他會跟你介紹他們的學校 所以美國的interview 就比較像他們的一個宣傳 或者他們介紹自己的學校 那樣的模式 是的 那就有這樣的分別 OK 那如果是申請英國、美國和香港的大學 有甚麼策略呢? 有甚麼strategy 我會想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學生 都會三個地方去申請 但是我會建議你找一個focus 不要覺得我自己三個國家的大學 都要很專注 因為其實是很多東西去準備的 尤其是美國 譬如我們說 如果你是一個form 6的學生 那你除了要照顧到你自己學校的考試 譬如DSE 或者IB GCSE 全部都 A-level 都會有考試 但是譬如美國的提早申請的deadline 是11月份 譬如牛津劍橋那些 也是10月份 然後香港的deadline 又是11月份開始 那你這麼多deadline 那時候 我當你去報10間大學 那 and that's usually the very least 就是那個數目 就是你有很多的文書要準備 還有你的課外活動 那些東西 你是不是 form 6已經是這麼多的課外活動 那所以 其實在這麼多東西要準備的時候 我會建議學生去找一個focus OK 可能我 我是AIM for英國的大學 那我會想 如果你是真的最想去英國的話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用美國去做backup呢 OK 如果你用美國做backup 那時候 那可能有些的標準化考試 你可能有些可以optional 但是如果你是用美國做一個focus的話 那你可能美國的標準化考試 就要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你想去美國 而你是用英國去做backup 所以英國那些東西就不用準備得這麼完善 當然我們這些學生 有些是很厲害的 譬如去年有個是進入了普林斯頓 劍橋 香港進入了中大E4 那些就是很少有很罕有 就是三個國家的portfolio 以及一些文章 所有都準備得最好的一個學生 那聽了這麼多 無論是入海外還是本地的大學 其實都有很多的注意事項 事前準備等等 所以很多學生和家長 除了會自己去做 都會去找一些educational consultant 去幫忙 那Jason 你覺得其實一個好的教育顧問 應該是一個好的教育顧問 一個專業的教育顧問 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這個我的個人 opinion 我會想說 譬如我會怎樣去做事方式 如果我去找一個教育顧問 我會 at the very least 我會想知道他的經驗是怎樣的 以及他帶過什麼學生 進什麼學校 那你也要知道 究竟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那除此之外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雖然可能有些的 information 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但是其實這些 你上一上網 或者聽一些admission officer 你都會領會到 或者你聽我們說的話 我都會跟你說到 但是究竟那個學生 是否自己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呢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 所以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會找到一個教育顧問 我們想那個教育顧問 是真的可以 可以教導我的小朋友 去做到我剛才說的那些項目的 因為如果你跟我說 是要準備這些事情 但是實際上 那個consultant都幫不了我 那最終其實都沒有什麼 value 在這裏 那貴公司呢 結信國際教育 有提供什麼服務給客人呢 是 我們其實是一個 一站式的一個 學校申請的一個服務 我們除了是會幫小朋友 去申請英國、美國、香港的大學之外 我們都會做英國和美國的boarding school 以及香港的 international school 除此之外 我們都幫很多國際學校的學生 都是補習 專補英文的 由 phonics 至到 甚至乎 IB 的狀元 就是他們要考的文學 我們會有這些補習的服務 如果觀眾朋友 想了解多些關於你們公司 提供的服務 或者是升學資訊 可以怎樣找到你們呢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那裏 瀏覽 是 leeeducation.com 上面都有很多free resources 會有很多blog articles 很多videos 希望是幫到大家 升學的時候 會有一個優勢 OK 今天都很多謝Jason 你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升學資訊 相信大家都學會了很多 了解了更多 希望下一個session 再見到大家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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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